北方四岛地理上是俄罗斯千岛群岛和日本北海道之间的国后,宅桌,赤姆和瑟丹斯各岛屿,历史上它们归属于千岛群岛。 19世纪中期随着俄罗斯东阔和日本北上,千岛群岛曾在1855年以一世日俄和天通好条约,为日俄二国分成南北千岛群岛,日本获得的南千岛群岛主权,就包含今天的北方四岛。 1875年日本为了能够集中精神,全力开发北海道,而为跟俄罗斯在领土上僵持,跟俄罗斯签署库业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,以放弃它们占据的部分库业岛领土,换取千岛群岛,至此,日本获得了对整个千岛群岛的主权。 二战末期作为说动苏联尽快出兵亚洲的考虑,美国向苏联承诺,可以保证弃战后,获得千岛群岛的全部主权,且为了让这个承诺,具有一定法律效益。 1945年,美国还将承诺,写进奠定二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文件,亚尔塔协定,但是当苏联士兵,按照亚尔塔协定,占据千岛群岛之时, 对于南千岛群岛问题日本人提出了异议,他们认为,亚尔塔协定所指的千岛群岛,只是1875年,苏联交换给日本的北千岛群岛, 因而苏联霸占南千岛群岛是非法行为,所以,日本在走出二战废墟之后,一直试图收回北方四岛,且就因这个收回,今天的俄罗斯依旧没有跟日本签订和平协议, 而苏联人则不这么认为,他们强调亚尔,塔协定给予了苏联获得千岛群岛主权的权利,占领日本口中的北方四岛, 在二战战后国际规则的体系之下,是合情合理,苏联最高统治者斯大林,在提到跟日本的这个争议之时, 曾冰冷地说道,他们北方四岛,是无助苏联军人用鲜石换来的战利品,谁也无权把他们夺走。 1991年12月25日,戈尔巴乔夫宣布,辞去苏联总统职务,苏联自我解体成东斯拉夫三国,波罗顶海三国,中亚五国等15个国家, 继承苏联一波的俄罗斯,面对原苏联法图消极独立,国内经济的混乱,无奈地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疲软期。 而此时的日本,在1987年国民生产总局超过苏联,成为仅次美国的经济大国。 一跌一掌之下,日本是很有机会,利用经济强势拿回北方四岛,但历史的结果是日冷并没有这么干,至于为什么没有这么干? 下面想人做三个点的总结 首先美国不允许,1991年的苏联解体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和平年边的结果,假如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,此时抢回北方四岛,无疑会再一次让一盘散沙的俄罗斯人团结起来, 如此一来美国解体苏联,进而弱化俄罗斯人的大局会被无情的破坏。 在而美国在苏联解体之时,是有意想让解体为俄罗斯的苏联,可以成为自己盟友,而一旦是他盟友了,跟日本间接也成了盟友,盟友间打架,作为盟。 主的美国出于声望需求,也不向他们打。 最后日本没这本事,苏联解体之后,虽然版图和国力有所损伤,但依靠冷战积累下来的武器弹药和核武器,依旧是仅次美国的军事实力。 而日本因为是战败国,在美国的监视之下,自身武装力量几乎丧失了进攻能力,别说和俄罗斯武装对抗了,就连走出本土作战都难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